巨蟹座,在农历二月,无论是上星或太阳,会有多重人格,甚至是人格分裂 为什么烦恼呢?总之是有关钱、工作、时间等方面的问题 其实会有一个拔河箭,为什么呢? 看下星图,日月双合在双鱼座,你看到太阳和月亮,红色和蓝色的东东,在我们的九宫 同时双鱼座,你看到有很多东西,有绿色的水星,R字的水星逆行在双鱼座 同时又有那个,水星是失势的,非常之弱势 但是同时在双鱼座,又有那个,好得势入庙,超级强势的海黄星 这些全部都是发生在我们的九宫那里 同时,这个日月,今次农略二月,很厉害了 看到这条粗蓝色线吗?一直到上面,就去到火星 哇,同时火星是合了蓝焦点的,OK 他们这里发生了一样东西,我们叫六分,在我们的七宫那里 为什么我说我们呢?因为塔尘鱼座本人都是上升巨械的 这个日月六分,七宫的火星合蓝焦 但是同时呢,不是但是,而且同时呢,这个日月相合呢 又在这里,六分了,这个十一宫的海黄星,不是痴痴 天黄星,在金牛座,是的,这个金天牛,是的,在我们的十一宫 是的,那所以呢,其实呢,它是说着什么呢? 但是呢,当牵涉到我们自己,如何去分配我们工作啊 或者我们工作赚回来的钱啊,和我们的时间啊 这些我们等等的资源的时候呢,原来呢 忽然之间呢,有很多人,旁人的参与 无论是我们的伴侣,是的,尤其是是老公老婆 是的,或者是,如果有做生意合复的那个合复人,是的 或者不同的朋友圈子,是的,是的 他们呢,要来抢夺我们的资源,是的 他要我们帮忙,他要用我们的时间,他要我们借钱 他要,是的,他要我们给钱他,是的 但是,我们同时其实,原来这些资源呢 我们是想留给自己的,留给自己去做什么呢? 留给自己去做旅行,是的 留给自己去出国读书,去进修,是的 留给自己去开阔,扩阔自己的眼光 扩阔自己的视野 但是忽然之间,有很多人 走来抢我们想预留给自己的资源,那你会怎么算好呢? 是的,帮不帮他们呢? 巨蟹不是一个特别懂得拒绝别人的人 所以你的内心呢,会有很多矛盾,很多挣扎 天使魔鬼,天使就说帮他 魔鬼就说不要啦,对自己好些 这些是你辛辛苦苦的迹速来的喔 怎会一次给人呢? 是不是呢? 我们这么劲力,死坑死底 我们一直就是想留这些资源给自己用的嘛 别人一个麻烦就拿了你的东西,怎么办呢? 是的,如果是牵涉到旁人的话 会发生一些这样的问题 是的 但是同时我都说过,咦? 我们有机会呢? 不是的,总之有些人格分裂 是的,一些多元的性格 多重性格 但是同时,如果你说 真的不关人家的事 要关到自己的事 那是说什么呢? 都是说,我们怎么去 运用自己的 这些不同的资源 去给我们自己的一些长远的目标 我们一直想去实现的理想 是的,你愿不愿意花钱下去 可能出一本书呢? 是的,而这本书呢? 是一直想出很久的了 是的,你愿不愿意花这些时间 去出国进修呢? 去出国进修一两年呢? 或者就算留在香港 你会不会愿意扔三十多万 去报一个这样的 course呢? 是的,还有些什么呢? 是的,之类这些这样的东西 原来现在呢? 没有人来抢你的资源 但是你自己愿不愿意去分拨这些资源出去 去达成这些这样的理想 是的,同时呢? 现在心里面呢? 又有这些这样的隐身交叉点 因为我也说了 今次这个日月呢? 其实是在六分间 在摩揭了火盒蓝胶 对不对? 是的,同时对于我们 巨蟹座来说 其实蓝胶对面 就是北胶 所以在巨蟹座我们自身公位 看到吗? 有个这样的八爪鱼东西 其实它就是北胶店 在印度鲜星学 叫羅喉 羅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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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会来到人性交叉点 哎呀,终于死坚死低 这块钱省了出来 OK 但是我会不会真的愿意去花费下去呢? 因为省了那么多年 终于省了一百万 但是一百万一花就要花下去 出国读书 要去旅行 去北極 極地探险 这个时候又会有点点猶疑 在运用自己的那些 资源 时间 这些方便 所以 最后 大家 即是各位具体 就是会有很多疑惑 要去 想 make一个最好的decision 如果 在make decision的时候 有点点担心的话 其实是可以问塔罗的 因为我经常都说 塔罗有一个非常之好用的 二间一排阵 是可以帮大家做到一个最好的抉择